于是这乾隆皇帝一咬牙一狠心呢 就给这河道总督啊 来了一个斩力绝 后来呢 因为这周学建的治河确实有功 就改为了 赐自尽 就把这一代的能臣治河的总督 给挂在房梁上了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是闲言少叙 书开正文 上文书咱们介绍了一位 因为复查皇后驾崩 这乾隆皇帝性情大变 吃了瓜落受了牵连的一位满族大臣 叫什么呀 叫张家阿克敦 因为这汉连院写错了皇后娘娘的册文 作为这个汉连院掌院学士的阿克敦 受到了乾隆的责罚 这好一好啊 就差点啊 把这脑袋玩丢了 可是后来呢 因为种种原因吧 昨天啊 咱们已经聊过了 这阿克敦呢 最后实际受到的惩罚并不重 天牢里关了几天啊 判了个斩监后 实际上呢 这皇上也没那么做 还是把他放了 而且啊 最后还官复了原职 甭管是什么原因吧 这阿克敦大人呢 他也算是有情无险 从这鬼门关上啊 走了一圈 他又回来了 今儿咱要聊一个呀 这乾隆皇帝可要动真格的了 说书讲故事嘛 他得有头有尾 咱不能开靶上来呀 就聊这乾隆皇帝杀人的事 咱们还得呀 从头开始讲 说清楚啊 是从哪开始的这话头 这要说起来啊 还是因为这傅察皇后的死 自打这傅察皇后驾崩以后啊 乾隆皇帝竟闹心了 他觉得呀 这满朝文武成功 无论是在朝的王公 还是在外的都府 对傅察皇后的尊敬程度啊 都是有缺失的 这你呢 不尊敬傅察皇后 就是不尊重皇家 不尊重皇家呢 换而言之 就是不尊重我这个大清朝的皇上 但是呢 同着您诸位的著名工啊 咱不能说糊涂话 这人对人的尊重啊 显然在哪朝哪代也不能立法 并且呢 这也不能成为啊 杀人的理由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 封病还不算重的时候啊 他也只能是骂贤街 在乾隆十三年五月啊 他的旨意当中 就有这样的提法 他说呀 据福建巡抚潘思徐 奏请来京 叩业孝贤皇后子宫 此不过呀 是随众臣请 并非出于心中之城 时可不必 他说这福建巡抚潘思徐啊 给我写信 说呀 要千里持经的来叩拜皇后的子宫 他提出这种申请来啊 其实也是看别人都沉寝啊 他不好意思不说了 其实我能让他来吗 公务还办不办了 像这种啊 有公务在身的大臣 也别跟我这假客气 你也来不了 这种行为呀 实在以后是没必要了 从前皇考大士 直逞文武大臣 稀有侍请 朕皆拙量 或准其来京 或未准其所请 乘以地有远近 事有繁简 以未尝一概令其前来 这皇上说呀 当年我爸爸死的时候啊 这各直省的大臣 有的就奏请前来啊 给这皇上吊丧 我说呢 这个地呢 有远近 公务上呢 有的人呢 他繁忙 有的人不繁忙 所以呀 就没同意他们都来 而这外省大臣中啊 这如驻房将军 都统等 公师尚简 与都府自不相同 却君依都府 而齐元 与之汉元 亦不相同 盖齐元 地分亲近 这穆恩 尤为身重 一于皇后大士 一当 豪童奔赴 以尽其 哀慕难以之臣 您瞧这皇上的意思啊 可再明白不过了 哎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呀 今天 我是这么想的 这皇后驾崩了 外省大臣当中啊 你像这个 诸房将军 都统啊 根本就不忙 他跟这个 总督巡抚比不了 这总督巡抚啊 公不上 太忙了 所以说呢 就可以不来 可是这帮 将军都统啊 他不忙 也不回京 给皇后奔丧 哎 说完了汉元 咱们再说齐元 这汉元 跟齐元 可不一样 这齐元啊 皇后对你们而言 是女主 你们是奴才 平时啊 这大清朝廷 皇上家呀 给你们这帮 奇人恩惠颇身 今天呀 遇到这个皇后的 这个大丧的时候 你们呀 就应该骑着快马 哭嚎着跑到京城 来给皇后奔丧 这样啊 才能表现你的 哀慕之情 您瞧这皇上 多不讲理吧 实际上 这些个行为啊 它是礼仪 并不是制度 可是啊 这皇上 俨然用圣旨的形式啊 把它名发天下了 这帮直省的文武禅宫啊 没能上京城来 给这皇后调丧 这还算是轻的 皇上最不能容忍的呀 就是在皇后大丧期间 竟然有人呢 公然的大不敬 怎么了呀 它剔头了 其实还是那句话 在皇后大丧期间啊 这文武百官不得剔头啊 这也是这大清国的礼仪 它并不是规制 更不是国法 可是啊 这乾隆皇帝呀 他和这皇后感情深 于是啊 还在这德州船上的时候 皇后刚刚驾崩 他就搬下御旨 规定了皇后的丧仪 他说呀 在京王宫百官 贤稿苏27日 百日剔头 也就是说呀 从皇后葬礼那天开始 在京王宫啊 需要给皇后 穿孝 27日 百日内呀 是不准剔头的 过了100天 再剔 到了6月22日的时候啊 这乾隆皇帝 又追加了一条玉址 他说呀 本朝定制 欲有国序 百日内 均不剔头 上尾利斯范 组织者 立即处斩 说句实话 这乾隆皇帝 在6月22日 追加的这道圣旨啊 它是既不符合 组制 还有些呢 含糊不清 在很多人看来 哎 包括我啊 这道圣旨啊 无非是对上一道圣旨的 追加条款 这着重的 说明了一下 百日内剔头 将给你们 什么惩罚 可是啊 上一道圣旨中 写的清楚 那是在京王宫百官 穿销27天 百日内不得剔头 可是啊 这乾隆皇帝 这句话 说完了啊 他自己就忘了 他也以为啊 这句话 是说给所有文武百官的 包括外省都府 直省官员 先是有人密报 说这个奉天 锦州之府 这个人叫金文纯 他在这百日 扶桑期间呢 就私自剔了头了 这乾隆皇帝 一听说 呀 行啊你 这玩意儿 还真有顶风作案的 于是啊 乾隆皇帝毫不手软 让刑部啊 把这位金文纯之府 就抓了起来了 本来啊 你的就是一个 斩金后 可是呢 这乾隆皇帝 觉得呀 又是因为 违反了皇后 大仓期间的丧仪 就把一任之府啊 给咔嚓了呀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并且这随着 时间的推移啊 这各省都府啊 都有透报 包括这个 驻扎的八旗官兵 以及这北京城 城内的官员呀 都有在百日之内 偷偷剔头的 这算起来呀 伟之的官员 是不下百人的 要是都咔嚓了 这大清国 岂不是就瘫痪了吗 于是啊 死罪免了 这老金呢 活罪难容 就给扣到了顺天府 让他呀 上城楼上啊 修城墙去了 得 这回呀 这知府老爷呀 算是变成了苦力 可是这会儿的乾隆皇帝呀 他正按七按憋呢 他觉着 这帮的人呢 违反了自己的圣旨 自己呢 还不能重重的 伸斥惩罚 所以说呀 他就憋着呀 想逮一个冒尖的 出头的 有分量的人 是好好的惩罚一下 诶 这想瞌睡的时候啊 有人送枕头来了 这位送枕头的人是谁呀 这个人呢 就是江苏的寻佛 叫做安宁 他呀 向乾隆皇帝告发 在秘址中沉调 说这个江南河道 总督周学健呢 在皇后的百日大丧当中 也剔了头了 虽然举报违反 丧的这道秘址啊 皇帝很满意 但是啊 提到周学健这个人啊 皇上这犯难了 首先说呀 这周学健 虽然是一阵河道总督 平时啊 手里过的银子 那如流水一般 但是啊 他算得上 是一位清官 有的好朋友啊 可能不了解情况 这古代封建王朝 皇帝王各省拨钱呢 那也是因为 你受灾了以后才拨钱 河道上的问题可不一样 关于河务啊 这朝廷可是年年拨钱 越越拨钱的 对于这个一个清官而言啊 这河道总督 他可算得上是一个苦差事 那您要是但分有点活动心思呢 那绝对是大清国的头等肥差 这周学健呢 不但是个清官 是个连利 而且是个能臣干臣 自这康熙朝 虞成龙之后啊 就再没见谁 把这河道总督这个差事 干得像周学健这么好了 所以说呢 这乾隆皇帝啊 才犯了难 可是呢 既然有人举报 不弄死你啊 我也得先把你逮起来 折腾折腾 你争试听嘛 要不见啊 我这皇上说话 真成了放屁了 所以说这皇上啊 他本来也没想 把这周学健弄死 他只是啊 说这个周学健委制 骂他呢 丧心悖逆 先逮起来 隔职再说 也休城墙去 让他呀 立功赎罪 可是谁想到呢 这会儿啊 他落井下石的人来了 这个江西巡抚啊 叫开泰 他呀 给这个皇上 写了一篇奏折 在这篇奏折当中啊 狠狠的给这周学健 扎了一针 他说呀 他的周学健的原籍 搜出了一封密信 这封密信是谁写的呀 是一名曹道的官员 他呀 和这个周学健既是同乡 又是周学健的下属 这信中啊 就许了周学健的好处 让他呀 在皇上跟前多推荐自己 实际上啊 只找到这么一封信 是既无干政 也无旁政 也无人政 那干政是什么 就是这个贿赂的钱呢 那旁政是什么呀 旁政啊 就是也没抓到啊 送钱的人 可是啊 这小辫子呀 算是让乾隆皇帝 抄到手里了 于是这乾隆皇帝 一咬牙一狠心呢 就给这河道总督啊 来了一个斩力绝 后来呢 因为这周学健的治和 确实有功 就改为了 赐 自尽 就把这一代的能臣 治和的总督 给挂在房梁上了 这说起来 这皇上家的刀啊 那真是够狠够快的 这乾隆皇帝呢 虽然呢 这一辈子实权武功 算得上是有德有道 但是啊 不影响他是一个暴君 关于复查皇后 嫁崩前后的故事啊 咱们讲到这儿 就差不多了 哎 明天啊 咱们要开新书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给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呀 明儿见